歡迎收看 面對關鍵人物 您一定也發現了 近年來全臺灣各級學校 老師們正在自發的掀起一場 翻轉教室的教育改革 有很多位很熱情 很專業也樂於分享 而且還帶頭往前衝的老師 他們真的不辭辛勞 創意十足 而且成效非常的驚人 今天晚上我們就邀請到 其中一位最知名 而且最受歡迎的 南大副小老師 溫美玉老師 溫老師你好 主持人以及所有觀眾朋友 大家好 這是人物間的對話 你認為一個驕傲的人就說 看吧 我就是這麼的厲害 這時候眼神 動作 表情 小朋友就開始要出來 走進台南大學附設實驗小學 這節溫美玉老師 要幫三年級小朋友上的是國文課 但黑板上沒有身字填空 反而要讓同學來演戲 好 好 今年又射中了 來 開始 哇 神聖手你太厲害了 你怎麼這麼厲害 好 還有來 還有來 起來 沒有高低耶 沒有高低耶 沒有高低 哇 神聖手你好準 每次都可以射中 魔法老師吧 麻辣老師吧 就是我很自在啦 應該是說我不是刻意要去表現那樣 是我自己本身對於很多的觀念就是比較開放 然後比較結構 所以我不會拘泥在很多小的形式 所以他們覺得我對他們來講是一個溫暖的 麻辣的 然後是一個最重要是模仿的 來 我們來看一次啊 那溫老師來做一次好不好 好 好 我來 全部看著 好 來了 我就知道 我一定會贏 被學生稱為麻辣老師 溫美玉打扮很有個人風格 當然上課也很有特色 將傳統國文課融入戲劇表演 運用表達跟黑板下的情緒形容詞 學生就可以把故事表現得更生動 享受大家的讚美 所以他覺得自己懂對不對 好 謝謝你 來 學生在課堂上踴躍發言上台表演 這就是溫美玉的秘密武器 我們就不會被這個分數所阻礙 或者是說 所去干擾 那少了這個干擾 家長其實也沒有在意 因為他看到就是孩子拿回來的東西 欸 我很喜歡我的孩子 不斷的在思考 不斷的今天 好 像我今天提醒他們說 你寫了你就要自己去唸一下喔 那小朋友剛才就出來唸 說聲音沙啞的 然後有點小小的駝背 當孩子寫了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看他寫了多少 我們可能沒學過的字 所以這已經遠遠超越 我說我給他升至幾分 順不順 你唸一下 那聲音要不要再低一點點 好 再開始一次 年輕人 年輕人 已經教學將近30年的溫美玉 不走制式化教學 希望發揮的是孩子們的創意 所以也不喜歡用大分數 來評斷孩子表現 不需要 那就不要 年輕人 我覺得這也沒有什麼不算 文美玉熱心教學 還受邀分享教學心得 甚至成立了溫老師 貝克Party交換心得 文美玉的國文課 強調閱讀提問寫作三校合一 數學課也要自己設計考卷 翻轉教育就是希望孩子們上課 有專心感興趣 走出課堂之後 更能發現自己的無限潛能 文老師一來現場 我們就感受到這南臺灣的太陽 非常的熱情 您在教學的時候 那個熱情是非常多老師推崇的 我們也訪問了很多老師 都對您非常的感謝 那麼很多其實菜鳥老師 剛開始教學的時候 都會很熱情 但是久了以後 變成所謂老鳥老師 那個熱情都被 吞掉了 消磨掉了 為什麼您能夠一直保持下來呢 是不是有一個什麼樣的契機 讓你非常相信 不要放棄 前面有一座教學桃花源 往前就對了 我想我比較幸運的 就是真的就是 我想說最近幾年 一直在談到天賦 我從小的時候 我就只有立過一個志願 我想當老師 而且是國小老師 那我比較幸運 就是說我後來就是 也真的走上了國小老師 這條路 不像現在老師很坎坷 要去走到這條路很難 對 那我們那個時候 就是你只要 對 願意 然後去走到了師專這條路 那我在那個地方碰到了一個 我一輩子 影響我非常深刻的 吳營長吳老師 也就是我的恩師 他那個時候讓我看見了 教學的非常不同 我們在師專的時候 就開始去讀少年小說 你會很難想像說 兒童文學那個時候 在你的 不是你的課程 可是你卻在那個地方 去遇見了這種東西 所以我想也就是那個時候開始的 我覺得說教學可以不一樣 然後在那個地方 我們有一群很好的一個夥伴們 大家出來教書的時候 有相互的再繼續的打氣吧 你剛才說教學可以不一樣 意思就是不再是老師在臺上講 當然 學生在臺下聽跟記筆記 然後準備考試而已 對不對 那時候那個觀念就開始在你心裡萌芽 然後開始教書的時候 就一直開始這樣做 可是一開始也沒有人怎麼教你 因為你現在開貝克派對 然後帶著很多的老師們 大家一起想說 我們可以怎麼樣 讓教學更活潑 更有趣 可是一開始沒有人教你 對 所以我想就是自己 要慢慢地摸索 因為你會發現說 你一直講的時候 我們面對的是小朋友 可能是一年級 那你知道一年級進來 你們自己有小孩子就知道說 他就是像小野獸一樣 他不是被馴服的 就想說他在幼稚園還可以到處爬 然後到了一年級 他馬上要端坐在那個位置裡面 是不太可能 老師就在臺上一直叫做好 你就叫他說 他一直舉手 他就想要衝出來 那你就讓他出來 出來演啊 出來講啊 然後老師就可以在旁邊再觀察 那當然除了這樣子之外 還不夠深度 所以我們慢慢地就會開始再加深 比如說他必須要有一個東西 可以去寫的東西 寫了以後再出來慢慢去講 所以教學的手法 在西方裡面 其實他已經有非常先進 而且非常多的研究 告訴我們說 學生為主體的時候 學生自己想的 自己講的 自己學的 比老師去講一百倍 一千倍都還來得有用 你讓他覺得他是主體 對對對 而不是老師不來 我就不學習 對對對 太棒了 而且你開始摸索了以後 就把很多自己的經驗 也想要跟大家分享 南來北往到處演講 這個溫老師真是瞭解 這個在二十幾年前 就已經開始這個樣子 所以我講一個好玩的 就是演講很多了 有時候真的是深山裡面 就開著車開著車 開到最後 你就開了兩三個小時 你到底到了沒 到底是真的有學校嗎 所以很有意思 就是說那樣子一個過程當中 也讓我有時候很感動 就是說深山裡面 還有很多的學校 是我們不曾進去過的 可是那裡面的老師 可能也是很希望 能夠有所成長 所以二十幾年來 我大概山上海邊 到處跑 那後來 不知道多少所學校 我完全沒有辦法無量 就是太多了 然後最近就是為什麼 會有這樣子一個 貝克Party 就是說主動學習 想要學習的老師 一直都存在著 可是呢 的確就是網路給了我們 非常好的一個 這樣子一個管道 所以近幾年來就是 之前是用那個 那個叫什麼 我們的部落格 可是部落格 還是比較單向 對 那我們現在後來用了臉書 是我覺得最快 最及時的 所以我們現在 就是在這個社群裡面 就是臉書 成立了這樣子一個社群 那這個社群 是非常非常特別 那主持人 你們大概也不太能進來 就是要申請才可以 那我們其實為了要讓垃圾訊息少一點 然後專業的教學的東西 更穩固一點 所以我們大概就是排除了 就是如果你真的想進來 你必須要申請 那當然是申請很簡單 就是申請一下就可以 那後來發現說 有了這樣網路的一個溝通之後呢 老師們每一天 比如說我今天在教室裡面 我教了一個單元的數學 或是一課的一個國語課 我發現說這個方法很好 我也很有感觸 因為我看到孩子那個回應 那你知道現在有很多 可以手機像這樣 立即就拍 然後就傳上去 那我們比較希望還是 比較完整的教學的一個過程 所以我一開始的時候 是我自己先寫 那我寫這個教學 大概寫了二十幾年了 就是教學的案例 就是說我一開始 我怎麼去看這個教材 我這個教材 我應該怎麼教呢 然後我接下來 我應該要怎麼樣 把它變成是一個比較完整的 一個教學設計 那接下來教學執行 最後教學的成果 所以像我在這邊 我拿了一個像這個 這些都已經很系統化了 對 這個你看 這個就是我一課的課文 子班碟回故鄉 就是我們很簡單的一個 詩歌的二年級的一個課文 可是那個時候 我們教完之後 你看小朋友可以去做 這麼多的寫作 然後去畫畫 那我就可以把 為什麼小孩子 可以做到這個樣子 對 你能想像是二年級寫的 二年級 然後這個就是我的 你知道我版書有沒有 那這是因為映成黑白 要讓孩子 因為有時候 要給孩子一些小提醒 來不及了 那我當天 我就是先把他排下來 然後就小朋友回去以後 就針對說 你看你給這個角色 面臨了這個問題 子班碟要回到 然後他從南部要回到北部去 那麼在過程當中碰到哪些問題 那他怎麼解決 然後看這些是我們給他的一些卡片 那卡片就是說 你碰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你的情緒會怎麼樣 你的心情會有哪些 那小朋友就上來貼了 他就講說 他一定會覺得非常的害怕 因為他不知道說 這個國道這個地方 車子來來往往的 會被撞死或者是接下來我要越過這樣子 那個天氣怎麼樣 或者是說會不會碰到暴風雨之類的 那小朋友就開始講了 所以這都是我完全上課的黑板上的一些版書的部分 那好 那麼我上了這樣子 一個這麼覺得可以給老師們參考的東西之後 我就會希望說 可不可以把今天我所有的整個歷程 包括我一開始 怎麼這麼簡單的一個國語課文 我可以上成這個樣子 那我把它寫下來給老師們 那所有的老師看到以後就說 這樣子啊 我沒想過耶 那我又來試試看好了 於是呢 他們也開始去世了 那我這樣子一個想法呢 可能不會只有我一個人這樣子做 別的老師也可以這麼做啊 那麼或者是說 我老師我告訴你啊 你上次告訴我那個之後呢 我回去又改了一點點 因為我的學生跟你不一樣 我是可能是比較郊區的孩子 那所以呢 我做出來是這個樣子 那我現在把它分享出來 那有的老師就發現說 不是只有我老師的教室可以這麼做 別人也可以 於是他就開始學習了 那這樣子一個學習過程當中 對很多的老師來講 是一個比所有公家任何什麼教育部 要給他的資源來講 都還是來的重要的 因為他不需要透過 他可以在家裡 我就開玩笑說 你脫光光在那邊看東西 也沒有關係 或是在外面的時候 隨時用手機看都可以 現在很方便 是 所以這給老師們一個非常好的管道 跟一個訊息來源 就是你可以上網 在臉書上面的參加 溫老師的這個備課派對 然後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 其他老師包括溫老師自己分享他們在這個教學的時候 是怎麼樣把這個教室裡面整個氣氛把課文學生整個都帶起來 但是有一個蠻好就是您一直在推薦大家 我相信很多老師也才用就是用寫作 對 帶領班級 寫作怎麼魔力這麼大 像您剛才給我們看的這個是二年級的小朋友 甚至你還說有很多事才剛剛學會 Bocomo的小孩 這我就很不解了 因為大家總覺得說 總是要多試點字嘛 總是要慢慢累積嘛 等到五年級 六年級慢慢才來寫作文 可是你已經讓五六年級開始寫小說了 一年級就可以寫為什麼 因為我們一直認為說 我們的寫作就是字 其實寫作最難的是思維 是思想 那字只是一個工具 那當然字是一個符號 這個符號可能沒有那麼熟悉 就像我現在要你說 你用西班牙語給我寫一篇文章 你會不會寫 可是不代表你沒有思想 不代表你不能講 或者不想講 所以一年級的孩子 你自己都有孩子的這樣一個經驗 幼稚園 他讀了多少繪本 講聽了多少故事 看了多少連續劇 他從這樣子一個過程當中 他早就有思想了 那只是說 他的符號真的不熟 那但是當然現在幼稚園 很多的也開始去熟悉了這些符號 所以也不能說完全沒有 有孩子 孩子是完全不知道 但是有的孩子是有一點點基礎 那所以你要如何把這樣子一個 我們所謂的十週的一個 這樣子一個時間 就是我們住院符號 大概十週十個禮拜 那這個十週的時間 你不需要去浪費說 剛才是誰推你 或者是誰跟你一起玩 那你有沒有看到他的動作 他的臉 他的表情 帶著他觀察 對 然後帶著他觀察 然後就開始把 那你現在把你想講的 剛才老師講的順序 你想你記得起來就寫 就寫下來 那他是不是開始去畫圖 那有的孩子真的會寫 但是沒有表點風 拼也拼錯了 無所謂 那沒關係 我手寫我口 那就是說 讓孩子把他的思想表現出來 並不是最重要是說 他為了要去把這個字寫對而已 所以你每一天就給他們一個小本子 那有時候我們給 像大孩子我們就給小本子 小小孩我們就給他比較是大本的空版 通通是空版 像這是高年級的一個部分 那所以每個孩子寫多了以後 他慢慢的他就會開始 你看像這個是我們寒假暑假的時候 他們自己去寫的 貓貓給他寫的序 好 然後我們寒暑假 最近在談寒暑假作業對不對 所以其實很多人以為說寒暑假作業 就等於無聊 是不一定 寒暑假作業是空白的時間 我們可以把平常不能做的事情 看這麼完整的作品都出來了 這手寫的你看 而且這個是他特別去 某個無印良品那個店裡面 他很早那天 第一次寒假寫過之後 他暑假要寫的時候 他就跟媽媽說 我告訴你啊 我下次我已經看好 我要買哪一本 等到六月底的時候 我已經告訴他們說 我們可以開始準備的時候 他很興奮 快點快點 我已經老師說 已經可以開始寫 迫不及待了 你看寫作業都可以寫的 對 你可以寫成這樣子 你看 真的是 溫老師把這個生活 還有寫作非常自然而然的 就都融合在一起了 我們很期待 你分享更多的例子 我們馬上回來 他寫的 聽到我講這個故事的時候 很錯愕 他說你怎麼可以讓孩子 寫這種東西 正因為我們不敢 或者是不願意去面對孩子 可能有這些負面的情緒 是啊 或者是巨大的衝突 所以我們當作不知道 可是你當作不知道就沒用嗎